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举一个例子 打开Google的浏览器 Chrome 例如说 假设我今天呢 我想要去申请户口名簿 户籍藤本好了 我想要去申请户籍藤本 那我是不是在Google搜寻引擎里面来去找 在更久之前 在早期我们是用打电话的方式来电话询问 可是呢 后来慢慢的 大家家家户户都有电脑也有网络之后呢 我们就用搜寻的方式 搜寻什么 户籍藤本 例如户籍藤本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Google搜寻是这样子的 他会把现有的收集到的这种户籍藤本呢 放在这里 而且您看一下 一定会先按照就是中华民国的行政体系 也就是说 总统府优于五院八部 优于各地方县市的这样子一个排名 也就是说 您会先看到像中华民国内政部 然后可能下面也会看到各县市自己做的 户籍藤本的申办方法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都是一个文件 可是如果在这个地方呢 Google 它是这样子的 他除了文件 他也会尽可能把 YouTube 上面现有的影片放在这边 他要去看说 那个影片被 例如说多少人观看 来去决定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是不是都只有看到文件 也许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页 看一下第二页 还是没有影片吗 第三页 刚刚没有点到第二页 好 我点下一页好了 还是没有影片 再下一页 您看这边是不是就有一个影片 那我想请问一下 您觉得如果有文件在这里 跟影片在这里 您会想要看文件还是影片 影片 所以我觉得说 我们应该来试着去 把一些公务 公务宣导的一些办法呢 做成影片 然后让民众搜寻的时候能够找到 您喜欢看影片 当然我相信民众也是喜欢看影片 所以我 真的很希望把这样子一个观念告诉大家 所以我们就开了一个叫做公务影片制作 而且呢 我们把它做成 比如说YouTube频道 然后这个频道要如何推广 如何经营管理 好 那您看一下 您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这一个线上申办户 电子户籍 藤本 教学 有看到这样子的字样 那我们就直接到YouTube那边来去看一下 好了